全球疫情方面 美國日增超過100萬宗確診 創下全球新高 世衛組織表示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 Omicron的感染症狀更加輕 龐希倫報導 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福奇醫生表示 疫情應該還有幾個星期才能達到最高峰 但昨天以創下全球日增新高 又超過108萬宗確診 住院新冠患者過去一個星期 增加5成至超過10萬人 世衛組織今天表示 有越來越多證據指 Omicron主要影響常呼吸度 所以病症較輕 不像其他變種病毒一樣 入侵肺部造成肺炎等重症 因此 雖然不少國家感染個案激增 但死亡及住院人數較少 世衛警告 南非因人口年輕等因素屬於離群殖 各國參考數據時應謹慎 按照當地疫情制定應對政策 法國今天表示 會按計劃在1月中場 實施新的疫苗護照政策 屆時 民眾出入餐飲業及火車等 不能用病毒測試陰性證明 契代疫苗接種證明 瑞典今天公布的疫情數字 倉下日增新高 有11,507宗確診 75歲的國王和78歲的皇后亦確診 二人已接種3劑疫苗 有輕微症狀正在隔離 澳洲今天疫苗倉 日增新高 有47,799宗 相比昨天同樣藏新高的感染數字 上升近三分之一